車主有做一些改裝 還有改裝尾段 台製管 手工的台製手工的 我不知道收音車收不收收不收的照 歡迎到中午車值多少 我是品辰 那相信各位 我們看到這個外觀 沒錯 Atavia Combi Atavia Combi 開的Atavia Combi 我們有收到 Atavia Combi RS 我們前陣子有拍一台也是Atavia RS 白色的台 剛剛我跟你拍的 對 你知道那台我們拍完 那台車好像過沒多久就秒殺了 公司又再補進了一台 而且它的顏色是非常特殊的藍色 再更運動化一點的顏色 2018年的 現在目前里程跑6萬9千多 快7萬 比你上次那台的年份在新一年 但是里程數比你再多一點 這次外觀我就不用再太仔細的介紹 如果說想要看外觀介紹就可以看我們上次影片 我大概著重於 車主有做一些改裝 會大概簡單介紹它的改裝 首先它的前面的話 它的前保啊 引擎蓋 然後大燈 霧燈 它都有貼犀牛皮 它有一個燈 的顏色不太一樣 應該還滿清楚了吧 你們會想說這個是大燈放黃還怎麼樣 剛剛以為是不是有換耶 我本來問你有沒有換 沒有沒有這不是換 車主特別跟他們講說 這個要把它填成黃色 這個就要講到物理學的一個東西 那我這邊科普一下 這個我是剛剛查資料才知道 小教室 黃光呢 它的波長 會比其他的顏色的來得長一點 那它的穿透性也會比較好 所以說你今天是 譬如說你在有起霧的狀況下 你今天開遠光燈 破霧的 比其他的白光還要明顯 看得比較清楚 看得比較清楚啦 所以為什麼看有些人的霧燈 它都會貼成黃色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科普小教室就先到這邊 OK 好快 好 那我們來到車側 它的輪胎在五萬五的時候 它就已經有更換過 那換了事故特異的跑胎 F1 A5 它的門把手的裡面 它也有貼犀牛皮 就是有些的女生 可能有在做指甲的 它指甲會比較長 它會很容易去刮 所以它這邊車主就很用心的 四個門都有貼啦 代表它四個門都有女生上車 好多女生 對不起 臭到車主 不好意思 你不要亂講話 然後它的BC柱也都有貼犀牛皮 它很細節耶 好 那現在來到屁股的部分 它的這邊 它有改水轉硬的 雷卡蹦的後面的下巴 它不是正的 它是水轉硬的 它有改一個小小的壓尾 然後它的上面這裡 後保桿的上面 這一塊它也是有貼犀牛皮 因為這塊的話 你今天在放東西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去磨到 可能在取東西或拿東西 那這邊有貼一塊犀牛皮 也是放刮啦 那我這個打開來 順便可以介紹它 就是一樣有電尾門 然後車主有自己改 它的鑰匙也是可以做電尾門的開關 這有腳踢嗎 沒有 然後車主還有改一個東西 就是它原本原廠設定是 可以從駕駛座開它 但是你不能關 但是原車主有改成 前面的駕駛座也可以關啦 就是它開關都可以 那後面的話 一樣就是旅行車 主打的就是空間大 超空性好 上次說什麼 移動式泡車 移動式泡房 確認天窗 對 確認天窗 有沒有 打完可以看星星 打完那個 這應該會被剪掉 傳說對決 傳說對決 也很不害 它有改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它有改 中尾段 排氣管 手工的 台製手工的 那它的中尾段 我聽它說 特別調教了三次 才調教它想要的聲音 因為它想要的聲音是 怠速跟 低轉速的時候不會太吵 不會去老民的一個聲音 那你速度一起來 轉速一拉上來 就會有一個 還蠻熱血的感覺 所以它低速開起來就 就很像沒改這樣子 比較低層啦 那它這個是沒有閥悶的 因為它改這個就是 不想要太吵 但是你今天 想要突然熱血一下 切個RS模式 突然去大踩 它就會 那個聲音還是會出來 那我這邊先幫大家 測試一下它的管 我自己覺得不會太大聲啦 但是不會太 讓人家感覺很不爽 就是那種小屁癌的聲音 我先實測看看 好 很渾厚 但是不會很吵吧 不會 你看它帶出的聲音 幾乎 幾乎沒什麼聲 很安靜 它帶出很安靜 它只有在你 轉速 大概四五千轉 回檔的那一山上 它會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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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是這種聲音 好 我們今天 上路試駕 對 OK Let's go 那這台車呢 內裝的部分 車主是沒有什麼改裝 所以 基本上內裝 就是跟我們上次介紹 那台白色的 大同小異 全原廠狀態 對 裡面其實 映入眼前就是 它給你的感覺就是 非常的 運動化 而且非常的簡約 對 它給你什麼 賽車椅 而且它的賽車椅是 有就是 織布跟 它那個 腰靠這邊是 那個雞皮材質 上次裡面有講過 它的感覺 就是 我覺得它 給我腰靠是 不會太 包覆 但是 你今天在 機業操架 它還是會去 幫你頂住 你的那個腰 我覺得有一部分 是因為它材質的關係 它旁邊做這個 擠皮 然後做這個織布 其實 整體摩擦力比較大 對 所以你這樣子 比較 也不會滑來滑去 這樣子 就是長時間 開下來應該是不會 很不舒服 對 然後再來是 它還給你 平靶的方向盤 根本的 400給你 Carbon的 然後它這個也有 清分燈 它清分燈有 石色喔 石頭原色可以選 畢竟是18年的車 所以它配備其實 沒有到非常多 沒有跟車那些的 它只有定速嗎 對 而且它也沒有盲點 它盲點那個時候 是要選配 我收了它就有 對 然後連導車鞋子 那時候都要選 這個車主 它其實有自己 加算一個導車鞋子 所以是還好 但是盲點的話 它就沒有加裝 但是盲點 你是可以到副廠裝 跟車那些 就比較麻煩一點 那其他的 像Carplay Carplay它是有線 它有給你 然後很大片的群群窗 這個也有遮陽臉 就是電動的群群 然後它的天窗 比較特別的是 它這個是旋鈕 它是用轉的 對 用轉的 但我們等一下會實測 看看它的中尾段 在高轉速 換檔的情況下的聲音 滿熱血 嗯 試這一段好了 通往模式 卡錫到手牌 走好 走好 走你走好 你不用 我不知道聲音 聲音收不收 收不收得到 有吧 它每次換檔的時候 大概在四五千轉 我們在車內聽是還滿明顯的 你敲Sport它是整個的 轉速 就整個引擎的聲浪 讓你會 很興奮 一槍一直踩 感覺十分之好 所以它的整體的聲浪就是變得很不一樣 對 這個就是 RS的魅力 然後一樣可以講一下 就是 這一代 一樣是跟 GTI同一顆引擎 三代的EA888 對 0x100的加速啦 它會比GTI再慢一點 對 因為這台車的車重會比GTI太重 可是其實差不了多少 秒數上差一點而已 對對對 今天想要大空間的 你就選這台 而且 如果說同樣年份的 GTI跟這一台來比的話 因為我們剛好店裡有一台18年 雖然說我們這台GTI的領車比較高 但是我們這台 GTI賣還有賣超過100 但是這台呢 不到100 不到100 而且新車價那時候 它們140級 然後這GTI是150還160 那你今天想要 兼具操控 想要兼具空間的話 就是這台 CP值很高 CP值很高 那 車主 其實 它給我感覺它是不是 很愛玩車的 因為它上一台是那個 手排的ST Focus 它那個時候 那個Focus也有改 它好像跟美國訂了一個 機械增壓 機械增壓套件 特別從國外訂 從美國訂 然後後來 台灣跟台灣的保修廠業 就要怎麼去改 其實真的是有在玩車的 算重度玩家 它對於改車這一塊 因為也是滿熟悉的 就是說其實這台車 改的感覺是 我覺得不會說很泡 對 然後 車主 後來就換了這台 然後它要再賣的原因是因為 它換了新款的Atavia 也是RS 忠實粉絲啊 對 那車主有說 它那時候有在考慮秉持 就是因為它說 它們那個主管也是開秉持 它不想要跟主管同個 好像說開一樣的車 對 就感覺到不太尊重 所以說它也是選擇 繼續開Atavia 其實這台車的收購行情 因為它的市場上 我們上次的影片講 它市場上真的很稀有 但是它這個的缺點 就是它是藍色的 沒錯 各位觀眾看我們很多影片就知道 其實顏色對於價格會落差滿大 真的有差啊 顏色真的有差 因為藍色算是特殊色 非常特殊 所以說今天價格的話 一定是 跟白色是有滿大的落差 然後再來是它的里程 也比你那台再來的高一點 18年啦 其實收購行情 大概抓 應該也是抓在 70幾這邊 如果說測況非常好 我都覺得 我覺得是有幾倍到80 比如說白色 人數很低 我覺得是有幾倍到80 顏色的關係呢 那我們最後跟客人的收購價格 就是 74萬 那我們之後的開箱就擺在這邊 好 那如果說有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說 你想要知道你的車子的收購價格的話 所以你可以叫我們官方的LINE 那你就把車子的資訊、照片、行照 那就是傳給我們小編 那我們會以最快的時間內 跟你做回覆 那如果說你想要知道我們車子的 最新的經測資訊 那你可以追蹤我們的IG 跟臉書粉絲團 那如果說你還有時間的話 就是可以追蹤我們的LINE 每天會拍一些有趣的小短片 我們就繼續顧下台車啦 OK 那下次見 掰掰 掰掰